本台消息 自沙特阿拉伯领导的盟军 于2015年3月26日发动军事干预并进入也门以来 也门分析人士呼吁通过对话和政治方式 结束长达7年的危机 由于内部混乱持续存在 这个中东国家仍然看不到持久和平与稳定的道路 随着毁灭性的军事对抗 7年前开始的战争变得更加暴力 破坏性和两极分化 解决军事冲突的唯一办法 是双方违规理性 违规统一的全国共识和全国对话 我认为所有迹象都表明 随着冲突的积蓄 我们已经陷入僵局 沐罕默德 沙古桑说 该国的政治评论人 过去7年 联军对无赛武装进行了27.4万次回忆 向联军和野门政府军 发射了1826枚弹道导弹 和1.1万架无人机 许多袭击针对沙特石油设施和机场 造成恐慌并倒 造乱国际能源市场 美国纽约电视台 记者查理中道道 وتتفق على صيغة سياسية 感谢观看 至今 saud性的适务 reflects他想在栏机行吗 在生意迹的里面